好 快篩羊急確診 在今天開始全民試用 盡管會拍板符合理賠的資格 更多內容把時間交給清函 好 我們先來統整一下 這次的防疫險之亂 依照防疫保單的契約規定 只要是被保險人 他經過醫師診斷之後 確定罹患了法定傳染病 也就是宣布確診了 那保險公司就應該要按照契約來理賠 所以現在從即日起快篩羊急確診 這件事情是全體人民試用的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只要經過醫生診斷之後的確診者 就符合這項理賠的條件 保險公司是不能拒絕理賠的 我們也來觀察一下 其實金管會的態度 就被外界認為是相當重要 因為之前在整個政策 還在調整的過程當中 金管會有一部分 會讓觀眾朋友們覺得 好像是站在產險那邊 難道是要為產險來解套嗎 但是以最新的金管會拍板的 三大內容 包含像是快篩羊急醫生診斷之後 確診就理賠這件事情是OK的 再來就是數位的健康證明 只要這個數位的健康證明 可以看到其實跟醫生開立的診斷書的 裡面的細節是差不多的 包含有你什麼時候採檢的 還有你是採檢什麼樣子的 病原體以及採檢的類型 結果等等 都跟醫生開立的診斷證明書內容是一樣的 再來第三點就是在於這個接觸者隔離的數位證明 因為現在衛福部已經開放民眾可以下載 數位接觸者的隔離證明 其實拿到這份跟地方政府 他們開的隔離書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接下來如果有符合的民眾 都可以拿來去申請 只是之前有家長在反映說 因為小朋友被列為是接觸者 所以家長必須要請假來陪小朋友在家裡面隔離 這個部分陪同居隔到底是陪還是不陪呢 因為其實之前金管會有兩度表示 因為陪同 家長等於說是沒有接觸到確診者的 所以不理陪 但現在政策轉彎了 也就是我們可以觀察到 小孩子是因為同學確診 而他屬於接觸者的話 就必須要在家裡面隔離 那家長因為法定有規定 一定年齡的小朋友是沒有辦法自己待在家的 所以家長就必須要陪同隔離 那這個部分的話 現在產險公司有一個明確的說明了 只要取得接觸者的居家隔離書 就可以來申請理賠 所以可以看到包含一些產險業者 像是新安東京就率先說 這個部分他們是有賠的 還有像是旺旺有聯 以及泰安產 明台產跟富邦產險 都符合理賠的資格 另外還要幫大家來聚焦的 就是在這個輕症居家照護 按照契約裡面寫的話 他那個理賠的條款會是住院日額理賠 也就是你是輕症在家 那現在到底能不能賠呢 按照這個條款內容 只要是有醫療行為 或者是醫生處方用藥的話 就符合理賠的資格 但是大家現在很好奇了 因為清冠一號是有納入這個理賠的項目裡面 可是現在很多的清冠一號是缺貨的 那為了緩解民眾的不舒服 其實很多的醫生開的是類清冠 這個類清冠他的界定就比較模糊一點 有一些之前是沒有辦法理賠的 所以現在在滾動式的調整當中 那部分的業者他們也表示都會從寬來認定 這個什麼叫做醫生的用藥處方 那現在也要特別提醒大家未來 因為財委會有通過了臨時提案 儘管會有要求金融評議中心 要在六月底以前統整 並且公開防疫保單的客訴案件 哪一家產險是客訴王 之後都會公布出來 現在也希望趕快讓這個 防疫保單的爭議能夠盡速的落幕 以上就是這節的財經資訊 而相比病毒共存的話 當然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 下一個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